Radio TV公开一个被曝光!谁来守护一人私生活? 人肉搜索强大的让人感到害怕! 不久前Yenri将自己和Twice那脸的对话截图上传了,那脸问Yenri平时用芝麻笔,Yenri说没有特定的,那脸说自己用黑笔写,等于发音与电影名《布莱·盼瑟》相似。 回归正题,眼尖的粉丝发现右下方有一型缘约模糊的字,写著也想传到公开账户上,那意味着Yenri是有非公开账户的。 被拔出来的一个账户是Yenri不,有以下推测依据。 1. 和Yenri不对话的这个人是99年出生的汉林一高学生,Yenri也是汉林一高学生,99年出生。 2. 这位摄像师上传过给Yenri拍的照片,配文素颜最漂亮的孩子,回到韩国一起补身子吧,可见有一定情分。 3. 而这位摄像师follow了Yenri不,3. 和Yenri一起进行过音乐工作的这位上传过和Yenri的合照并且也follow了Yenri不,并且Yenri不也许因为真的是Yenri的非公开账户被人肉搜索出来之后就消互了。 3. 在大数据失态下,非公开账户被有心人扒出来也不是什么困难事情了,一人的私生活和小秘密也许根本藏不住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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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